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2月5号星期天 也是中国的元宵节 元宵节在美国,华裔真正过元宵节的也不是很多 就说现在元宵也是很容易到超市买一盒中国生产的元宵 汤圆,有各种各样的馅儿的,芝麻馅儿的 什么花生馅儿,很多种吧 就是桂花的味道都是不错的 平时不是元宵节的时候也吃元宵 所以元宵节的话再吃一下元宵 品味一下所谓年的味道 那么在美国待时间长了 华裔对过年这个概念的理解 其实是比较淡化的 或者讲是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就不像非得在中国那样 一切按照中国的习俗来 只是保留了部分内涵 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亲友们相聚 朋友们相聚的这样的一个机缘 那么有的人关心我 就说最近好长时间没有看到我做视频了 的确是这段时间比较忙 还有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所以做的比较少 在此跟各位说一声抱歉 我是尽可能的吧 在有时间各方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今后一段时间尽量多做一点 所以跟大家做一个解释 那么做视频呢 现在讲的就是说 我在油管上做视频算起来的话 也有差不多五年的时间了 前前后后,陆陆续续,断断续续 那么有的时候呢 的确是受到很多的网友的鼓励 观众听众的鼓励和支持,厚爱 所以比较有信心 有的时候呢 也受到油管的打压 或者是其他一些人的 没有用心的人的这个 呼吁的捣乱 那么受到一些影响 受到一些影响呢 有的人说是你自己个人的问题 我说有些情况你们不了解 就是说个人呢 你说我当然不算是网红 我做不了像网红那样的事 我也不会像网红那样去表现 但是呢 从另一方面来讲 如果没有一些真实的打压的话 也不会是像现在这样一个状态 其实不光是这个油管了 还有其他的一些 反正我这个人是在很多地方 是受到一些打压 这个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 有人说在美国不是自由世界吗 怎么会是还会受到打压呢 你知道中共的这种渗透和影响 现在是相当的大 不要说是在中国 就在美国很多的机构 已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边 受到中国的层层的 长期的渗透 统战 各方面的影响 还有金钱方面的这种控制 所以说不是没有发生作用和影响的 不要说我们这样那个普通的学者 就连一些这个美国的政客 也都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 那么在这儿呢 就是新的一年 我也不想再说这些 为自己找客观原因的这样的一些话了 反正就是说 我也没有太认真 把这个当做一个事业来做 因为你在油管上做视频 一个是宣戒自己的一些观点 一些见解 包括对一些时事问题进行一些分析 剖析 很多人愿意听 那愿意听呢 我就说一说 对吧 如果不愿意听的人 那你就去找别人 你喜欢看谁 就去看谁 包括有很多人喜欢去看那个 所谓王菊治安 这个中国大陆过去中央电视台的一个 编导制片人 往往呢 就是说 中国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现象 就是一个人说话 如果说的是四平八稳的 没什么错 没有多少人有兴趣 你要么就说的特别的出色 出彩 大家都喜欢你 要么就是你遭大家恨 你遭大家恨的话 点击率也很高 所以当年的这个胡锡进 环球时报总编 他非要在推特上开账号 在推特上发表一些言论 所以引起许多人的关注 很多人就是因为恨他 要骂他才上他的那个推特 那么现在呢 这个王菊治安 现在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当然你说王菊治安 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的走狗 他到底是不是完全的拥护共产党 这个东西呢 有的人不这么认为 有人说他毕竟逃到海外来了 他现在在日本定居 他以后可能还会回中国大陆 所以呢 他也不认为他自己是反对中共的 甚至他一口一句的 口口声声的就骂一些反贼 他认为反对共产党的人就是反贼 所以这种 这种思维和语言表述就说明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货色 这种人还自以为自己很高大上 所以呢这种东西就是说 这种货色在海外其实还是蛮有蛮多的 有的还挺有市场 所以呢 就大家不要去看这些东西 就是说一个人 你如果想到动物园看猴子 看其他的动物 稀奇 看热闹是可以的 但内心你应当 应当是有一个尺度吧 如果连尺度都没有的话 那就没有是非标准了 好的 我今天呢 也这个想做一个实验性的 这个短视频 因为现在油管是鼓励大家做短视频 好 我先说到这吧 谢谢各位